各位好 我現在來做一個光透感的一個 練習 那因為這部分來講就是 主要是製作成了 3D 突出與斜角然後再把那個3D突出與斜角的部分 拆解下來填上漸層 然後再配合下面的這個文字做個光透感 好那特別注意一下 當你要做這一種有需要做到一些效果的 這一些 像是效果裡面的 需要用到光的部分 可能做到像 透明度 透明度面板裡面的 色彩增值或是網屏這些設定的話 我們或者是像我們之前上次練習的 需要用到模糊裡面的高濕模糊 這個務必要使用的模式是RGB模式 這很重要因為 你如果沒有選RGB模式你做出來顏色都會灰灰髒髒的 這個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這個開取RGB模式 然後你先把字打好 先把字打好 好像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文字處理要先處理 第一個就是先把字打好 好那字打好之後呢 按右鍵建立外框 把它建立外框 等一下先存一下 先把它按右鍵建立外框 然後再按右鍵解散群組 好這時候你的字已經可以自一個字拆開了 好那拆開之後呢 我們再 把文字選起來 好幫他做一下 先選色 選一個光的顏色 然後再點選 效果 3D 突出一些角 好 那進來之後呢 勾意式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像阿倫的頭這個 挑一下 讓他看上面 好 然後再轉過去一點 好 那 再幫他做一點透視 幫他做透視 好 然後再加一點點 深度 然後再按右鍵 好就像這樣子 好了之後按下確定 確定之後呢 幫他做這個叫做 物件裡面的擴充外觀 拆開 拆開之後按右鍵解散群組 好 那解散群組之後 我們需要再拆的更水 拆開 右鍵解散群組 這整個拆水 整個幫他拆水 拆水 拆水 好那注意一下就是當我們拆水之後我們要取 他英文字這部分選起來 按住 Shift鍵 左鍵 點選 點選 加選 好加選好之後呢 我把他 特別拖曳起來 這個注意一下這個單獨放一層 你就是開一個新塗層 垃圾桶左手邊 再按下新的圖層 然後把這個單獨放一層就像這樣 把這文字單獨放一層 然後幫他填上 漸層色 漸層色是紅色到黃色的漸層色 好幫他填著漸層 填著這個漸層 好填完之後呢 就把他鎖起來 上面再新增一層 好上面新增一層新的 那專門要放光 什麼光 那這光怎麼來 好他的光就是我們把他 剩餘的這個物件 剩餘的這個物件 幫他選起來 好這個就是我們要拿去做組合 這個因為他有破碎斷掉 所以我們必須自己手動幫他用路徑管理員 視窗路徑管理員 從這裡開啟 同時幫他做連擊 他會組起來 好那組起來之後 這邊再有一個 有一塊要把他再組起來 好組起來 好那包含其他像這些 一樣有些如果破碎這個都要再組起來 特別是弧形的 按一下這個連擊 都把它組起來 好組起來之後 我們的背景色 用一個黑色 好 那這個黑 我們要來填個漸層 包含到這裡 這個黑 我們幫他填個漸層到這個黃色 黑到黃 好注意喔 黑到黃 把它填到我們 這一塊上去 好這個就是把它填 黑到黃 填漸層填上去 好那填漸層就是像這樣 那就是有光上去的感覺 好那光要推上去的感覺 我們當然要調一下 這個 漸層工具 等一下 你要轉換一下 換這樣 光下面到上面 光下面到上面 你要轉這個角度 下面到上面 好那好了之後呢 這個再補一個 就是 透明度面板裡面的 網屏 我幫他做網屏 好那我們就是可以得到 像這樣的效果 光透感過去 這個就是用 透明度面板的網屏 透明度在哪裡 在這裡 透明度把它打開 然後使用網屏 好那這邊一樣 每一塊都照這個方式做 像舉個例子 我這個 n 分層嘛 下面先鎖起來 這個文字部分先鎖起來 然後在這一層光 單獨把 這物件拉下來 然後把它拉過來 那有時候你這物件在對的時候 你會對不上我們在使用 直接選舉工具 把這矛點點一下 在左鍵按著矛點 拉過來對齊 然後再把n這個拉過來 一片一片把它拉過來堆疊 好點選 矛點 點一下矛點在左鍵按著拉矛點 拉過來 對齊 好 那我們這個 再繼續拉其他的 把這幾片都拉過來 這個拉過來對齊 再點選 再點選直接選工具 點矛點 左鍵按著拉過來 對齊 點直接選工具 點矛點 左鍵按著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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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所以我們這幾片我先 適合 按著加選 然後點滴管工具 你剛才做的這個 漸層 然後它填完之後 我們可以再更改它漸層的 方向 好 這邊 當然啦 你要一起做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 這邊有一些 你一起做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我會 單點在使用 鍵程工具去調 我這樣調下來 然後再選另外一個 拉下來 再選另外一塊 再拉下來 好 然後再換這一塊 一樣 滴管工具 去洗 好 那這樣都好了之後呢 記得注意一下 它有沒有在透明度面板 變成網屏 這是重要的 好它才光透下去 這個有 這塊有 這塊有 好 好那當它這樣都完成之後 我們光都已經畫進來 那你會覺得這光太強 有點假 所以我會把它全部選起來 好把這光全部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呢 再不 在透明度這裏不透明度了 調降透明度 它就會退 往後淡一點 那你下面字就會比較明顯 那這光透效果就自然就會帶上來 好 有差啦 之前是這樣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這是把它選起來 拉個大框 用這個黑色箭頭選取工具 全部圈起來之後 降不透明度 好那就會看到下面光透上來的效果 好那這個部分就是 你配合3D 塗出與斜角 做出立體感那個 就是我們要拿來做光透的那個立體感 然後把它使用 擴充外觀拆開 然後再一片片把它拼揍下來 然後做漸層 好那這個黑色是背景色的黑喔 這樣才會透進去的效果 好 黑色到黃色 然後再幫它做 透明度 那透明度裏面再幫它做 網平 然後最後再統一一起降不透明度 就可以看到你要有光透效果 好 以上就是文字做光透效果 好 來練習看看吧